好的 感谢主持人 感谢我们全球在线的伙伴 我们凯瑞的家人们 今天还是由我来跟大家分享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伙伴 今天会进入到我们的主母课堂 来和我来一起分享 分享这个凯瑞的项目 那么大家想要了解在这个时期 想要了解我们凯瑞的项目 那么可能是要从我这边先要来说起 当初的时候我也是有这个项目 他们需要寻找产品 然后我就找到了凯瑞的母公司 博弈公司 Steve和我们的Dolph Cullen这边 我们的两位创始人这边 然后从这个产品上寻找 加工AMM这个产品 然后有研究认识了 认识了之后当初的时候 凯瑞这个项目正在筹建 首先准备要开放这个网络营销这个板块 那么大家了解了之后 我在这个行业也有18年以上的经验 从网络营销项目的平台策划 营销策划 还有商业模式的策划 那么大家就有言认识了 非常的对彼此双方 就是有了一个确定性的 也想要合作 那么我就到这一家同台来 来进行来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来 对于我们华语市场的 全球的一个总负责 我就肩负起这个责任 当然这个责任的话 也是任重道远 那当初对我的这个看法 主要是凭借什么 我想就是加入到这个团队 加入到这一家公司 我去负责我们全球华语市场 做行政的这个工作 之前呢就是主要是做营销策划 品牌策划 那么还有是我们的这个同庆 那么也带过团队 做过市场 随着呢激烈了一些经验 这个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嘛 这个坚持在这个行业里面 原来呢自己主修是 生物化学 药学和营销学 有了三个专业 那么对于网问营销也好 品牌策划也好 对于培评也好 那么掌握了一些经验 所以呢 我想我能够挑起这个担子 那么当初开轮了这个 品牌吸引我的主要是 我要改变我的职业生涯 为什么它能吸引到我呢 吸引到我的话主要是 它具备了很多这个行业 不具备的一些方方面面 最核心的一点呢 主要是它自己在有一个 自己的衍生的一个产业链 这个产业链呢 主要是从源头的原料开始 原料的研发 原料的生产 还有产品的研发 配方的研发 配方的这个产品的成品生产 自己拥有原料工厂 成品工厂 CGMP工厂 那么这个 对于在这个行业里面来说 在美国也好 全球去看也好 在这个行业里面 网络营销 这个行业里面 自己有自己自主研发 原料产品成品的工厂呢 是这个企业是很少 就是几乎不到 百分之 这个十都不到 有百分之几的企业 可能也会有研发 和生产的能力 那么 对于自己有开发原料的 这个工厂呢 更加少之又少 所以这一点呢 也是我觉得 对我来说是眼前一亮 眼前一亮在哪里呢 这个是实体企业 实体的一个项目 我们不是经常说 我们要选择 比努力更重要吗 对不对 那我们选择的时候 很多人是 往往是听别人一个说法 然后呢 自己判断有个看法 这种呢 还要找不到办法 那我觉得呢 我除了要选择的时候 自己寻找自己的 哲业生涯的时候 我除了听别人的说法 找到自己的看法 我还要看看这里面 有没有办法 因为你没有办法 没有就等于没有方法 没有方法的话 你接下来怎么做呢 对 你就接着就没有做法 所以做没有做法的话 就做不起来了 不管是去 从事行政工作也好 还是我们的市场经营也好 你没有找到一个 靠谱的实体平台 那么对于我们的 这个职业生涯来说 或者说你合作也好 都是一个比较不确定的 一种说 将来会可能会在 某一个地方 人家因为没有实体 那么想停就停止了 所以呢 对我们来说 就是不靠谱 不稳定 对于年过半百的 这个年纪 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话 都希望寻找一个 靠谱的平台 我们不管是你去做 经销商也好 还是做我们的 这个职业经理人也好 我们都需要去寻找一个 靠谱的我们的下一个赛道 所以说呢 我希望通过我这个上面的 简单的我介绍 我怎么眼中的这个 开路里 我怎么会遇到开路里 这个方面的一些想法 那么对你来说呢 也是心里面 心里面去思考一下 因为为什么要谈到 这些方面呢 谈自己的基础 开路里的这个故事也好 或者自己的内心想法也好 现在的项目因为确实是很多 我们要在互联网创业 机会是有的 有的情况之下 怕就怕出选出项目 选出平台 选出赛道 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投入的资金第五多 可能几十美金 几百美金 那么就可以启动了 就可以开始做了 最多的话也就 一千多美金吧 一千多美金你就可以做了 你就可以这么发现的 全面的开展 你的事业了 那么想一想 在传统行业里面 不入了一千多美金的话 并不能干一番大事业 对不对 那么所有网络 民销行业 做跨界电子商务 这个事业的 这个行业里面 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 影响不大 低风险 低风险的创业 甚至零风险的创业 甚至你因为是买到的产品 给你给到健康 当然你要买到 确实好的产品 对不对 所以这个项目 对于我们来说 风险技术是很低的 但是最最关键 最最关键 你在选择的时候 你不能看走眼 不能随大溜 不能只听人家说一番说法 你就影响你的看法 和你自己的办法 所以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们自己如果说 对于这个行业 没有清晰的 自己的独到的经验 或者说你在曾经 也是投入过 跟随别人去 加入过几个项目 但是并没有获得成功 今天你怎么来选择 今天你遇到开乐乐的时候 开乐乐到来是必然 不是偶然 它既然出现在 我们的面前的时候 我们选择到这样一个 实体的一个项目 来开吐 开吐我们的网络营销 这个是千载难滚的机会 那么你有没有自己 独到的眼光 能看见这个项目 只要你有眼光 有见识 那么可以选择的话 那你是有机会的 当然有些人 刚刚我讲的 之前为什么做了 那么多错误的选择 也并没有选择到 一个好项目呢 就是因为自己随大流 自己并没有很多的经验 那如果说你 没有很多的经验的话 你可以借助 有经验的人 来辅助你判断 比如说像我们 在这个行业里面 已经有快20年的时间 我们怎么样来 去分析一个项目 第一个 我们要有实体经济 实体能力 然后呢 还有我们的企业家 有企业家的格局 等会儿呢 我会就会 播放我们这个 Karole 我们的Steel 和Doglin 两位创始人 对整个产业链也好 他们在异国 成为17年的兄弟 如何来创业 如何来启动 我们整个市场 而建造自己的商业事业 这个呢 你就会从一个角度 去了解它 那么我先来谈一谈 我们为什么 选择这个项目的时候 所以说 你没有办法 清楚地去判断 没有自己很好地 选择能力的时候 你完全可以借助 在这个行业里面 已经沉变了 已经积累了 有那么20多年经验的 这些人的看法 刚刚讲到的是我 因为待在这个行业里 有这么一些年述了 所以呢 也积累了一定的 对项目的看法经验 首先看到的是实体 老板的格局 老板的经济实力能力 创业的这个决心 把这个对社会 企业 这个作为社会公民 将来想报复的一种 社会责任感 企业公民的贡献 在这个社会当中呢 做出自己这个企业的 承担的责任 这些方面呢 都是我跟这个企业的 创始人 开始接触的时候 我就能够感受到 了解到的这个信息 所以说呢 他闹我的下定的这个决心 人生的下半场 就会在 开了的这个事业 成长上 奉献自己应该 奉献的这个能力啊 经营 所以说呢 我们 这个有些伙伴啊 到江湖进来了 他们也没有完全 去取动这个项目 我希望你呢 可以跟身边的朋友呢 去分享 体验过产品之后 可以告诉他们 体验产品的感受 了解过我们商业模式的话 可以跟他们分享 商业模式的内力 这些方面呢 都是能够使你的 事业快速取动的 那今天当然 有很多新朋友进来 那么更加要进一步 来了解这个 项目的这个独特性 那么我想呢 请Android呢 帮我先播放一下 我们这个 最最新的 一个我们创始人 我们两位创始人的 这个纪录片吧 纪录片 让我们大家来了解一下 没有听到声音 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音频没有声音 音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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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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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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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 I'm Roy Troyd, I'm the new global CEO and co-founder of Calori So what drew me to come to work with Lynn & Steve is first I came across their manufacturing and their superior manufacturing and all the qualifications that they had And once I met Lynn & Steve, I knew immediately that they stood for ethical standards for not only manufacturing, but also their management style And so that drew me very close to wanting to partner with them CaloriSo products really excite me just because they use the latest technology and the latest science With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you sometimes don't get all the efficacy that you need Or the nutritional value that you need And with CaloriSo products, you will get all of that Being that I've been in network marketing well over 25 years I've seen the good, the bad, the ugly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Calori represents all the good that we possibly can I want to eliminate all the gotchas in the direct sales And create a new company, a new standard for direct sales We stand out far beyond any of our competitors Going forward, our next goal over the next 2-5 years Is to expand in markets around the world And take our mission of Calori, and our process, and our training, and our products All around and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o we can improve people's lives and make a difference Anh If you give us a chance We know how to ask the FSC So we can improve people's lives in a manner veyaWoo Network 好的 那我们又回来了 刚刚想必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这个Kellery 博弈公司 我们博弈公司和 这个创始人Steve和Doclin 然后我们要来创立Kellery这个项目 所以希望大家 真正从这样一个真实的一个项目 你亲身能够触及的 触达的这样一个项目 甚至可以说 让我们震撼的这样一个项目平台 你去打入你自己的月亮 那么这些刚刚看到的 这些我们这个创始人 曾经创立的这个实力 创始的这个实力 产品的这些生产能力 研发能力 包括我们在这个行业内的大佬人物 我们在曾经掌握过 这个三家以上的 年年一额 十一规模以上的这个总裁 这个Roy Roy加入我们这个项目 加入我们的这个 来掌握我们的这个项目 刚刚前面讲了 你自己没有办法判断 你看一看 这些行业内的人物 精英 大佬呢 他们是怎么看的 你自己不会看 你这一生当中 你来了 好不容易来了一个机会 就是因为你等一等 游异一下 甚至有些人报了个名 参加了之后 还在游异当中 还不敢 赶快去发展你的社会 这个资源 跟你身边的朋友 来分享这么一个 千载难红的机会 那甚至呢 你就促成了 在这么个大好时机 所以你没有办法 自己清楚地判断 甚至你跟别人分享的时候 他们你也说不清楚的时候 你很好的就跟他们说 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专业的 不管是华语的 还是英语的 这个全球最棒的这些总裁 都已经进入这个项目 来掌握这个项目 相信他们的判断能力 他们的眼光 他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25年积累的 职业生涯积累的 这个经验 宝贵经验 不会去错误的判断 去影响他 自己在这个行业里 曾经驻大过的分工伪记 因为像洛伊这种人物 本身他自己 就是一个品牌 一个闪亮的能力 他不可能因为 只是要赚进去金钱 而影响他自身的品牌 自身的这个 个人的品牌形象 所以这一点呢 在他们做出选择的时候 也是在全球进了 做了详细的调查 有哪些项目 有哪些机会 可以让他们转变赛道 再唱一次辉煌 所以在 这个是很多 职业经理人 在职业生涯当中 寻求的时候 那么对你有什么用处呢 他们自己选择 这些判断 对于我们来 经销商来说 为什么说 也是一个借鉴呢 有利的借鉴呢 因为这些行业大佬 他们不会轻易的 随意的 去选择我们 特别是我们 这个身边也经常发生 这边又开一个项目 那边又开一个盘 这样的说法 干扰你的选择 干扰你的判断 甚至有些人 就是拉你 这个时候 你就下面就是一个坑 可能你就掉进去了 掉进去了的话 你想一想 我一直说 这个行业里面 资金成本并不大 但是你投入的是 你的信用 资金成本 机会成本 你选择了A公司 你就没有办法 有精力去做B公司 你选择了这个公司 那么你就没办法 做那一条公司 而且呢 还有一点 你可能一生当中 跟你的朋友 就分享过一个 可以合作的项目 你的信用程度很高 如果说今天跟 这个身边的朋友 介绍一个项目 隔两个月 又给他介绍一个新项目 明天做了两三个月 那个项目说不行了 因为你在不停地 选择项目 不停地做出选择 是无厘头的 所以说呢 一定会吃亏的 因为你的信用 会被用光的 所以我希望呢 你们真正能看到 当Penu的这个项目 来到你身边的时候 不管我们 用一种很亲和的 这个语言 我们在交流沟通也好 希望你们呢 这个真正能看得懂 特别是今天有机会来 接触到我们这个项目的 这个全球的伙伴呢 赶紧炸这个机会 我刚刚前面也讲了 千载南风的机会 什么叫千载南风呢 千载南风就百年回忆的 这个项目 你促成了这个赛道 经过两三年 一大波人已经跑起来 那么这个市场呢 就会往前推 你呢 在两三年前 有机会接受到这个信息 但是你没有抓住 那么你想 时隔两三年之后 和今天 你一起立马来行动 马上来做这个项目 那么你的差别点在哪里呢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项目 来到你身边的时候 必须占领这个市场 Kalilet的胜利 Kalilet在行业的竞争性 将来打造一个 生意规模以上的 全球Top100的 行业里面的领先 行业的标杆也好 它是必然打造的 它不会随你的 个人的意志而转移了 因为我们这些行业里的精英 我们这些所谓的 行业里的专家 已经全面的 整个不管是 它的底层奴迹 顶层设计 中层的营销策略 和战略思想 人才战略的储备 这些全部已经做完了 所以虽然说 它刚刚开始 它有很多地方 也需要调整 但是它的基因 这个企业的基因 Kalilet的基因 这个是天窄南红的 一个好基因 所以说 这个一定可以 长成 参天大树 今天在这个 2021年的开头 我们就来说 这么一点事情 你将来 等到两三年 回头你来看 这个项目 真的做起来了 当初的话 如果说 你接触过 你没有 选择它 将会留给你 终身的遗憾 所以说 我们相信 很多朋友 今天既然你已经 选择了这个项目 对于你来说 你已经抓住 这次机会了 既然抓住 这次机会 我希望大家 也是赶紧的行动 把自己的项目 做得更好 所以我们 讲这个项目 刚刚通过视频的影片里面 也知道 我们的创始人 我们的 Docker Link 他是农村的一位孩子 然后呢 怀采的梦想 来到了美国求学 然后呢 在这个 学习的是 天然高分子物理 和生物工程 所以他的专业 就是研究这个方面的 研究生物工程的 那么 在这个行业里面 他自己本人又是博士 他的博士团队 然后要创立 自己带领的这个博士团队 又去开场事业 所以说 自己这个创始人 我们的 这个Steve的话 他也是 因为学网络营销 网络 网络这个计算机 软件 但是呢 他也是 接触了这个 扭曲性 这个 我们的 上司普通剧 这个行业 所以呢 真正的话 我们的 这个 两位创始人 其实很早 就切入了这个行业了 将近20个年后了 而且核心点呢 哪一点呢 因为他们已经 在一起成为 像兄弟一样的伙伴 一起呢 已经有17个年头了 一直以来呢 就是像兄弟一样 在一起 所以说呢 一起创业的话 有10多年 那么 相信 这样两位 紧密的伙伴 在一起创业 就对我们这个 公司来说 非常的稳靠 因为他们已经 经历了时间的考验 因为这时间的考验的话 那 对于我们 经销商 我们的品牌 合作商来说 我们希望就是 这个企业的 创始人 在这个公司里面 他们是非常的和谐 他们的价值观 他们的理念 都是相统一的 这样的话呢 才能把我们 这个企业 带得更远方 带得更高的高度 如果说像临时组合的 几个人搭档 那么要成一个项目 成一个公司 或者说原来做 经销商的 现在一起要拍个项目 那么这种临时性的决定呢 就会存在巨大的风险 那么可能你今天 这个项目做了之后 你刚刚加入 那些创始人之间 他们就存在问题了 他们就散伏了 那对于你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审视 所以今天能够加入到 Carolet这个项目 我们的创始人 有17年以上的 伙伴关系 兄弟关系 那么这是一个 坚定不赢的一个项目 所以呢 当我当初了解到 这个项目啊 他们之间 这个创始人之间 有这么久的时间 在一起了 那我也是觉得是 这个项目是银靠 所以说呢 愿意来一起来到 这边上班 那么刚刚讲到的 这个创始人 他原来学这个专业 在这个行业里走出来的 当然带领我们的 这个团队去开发产品 就有优势 产品升级 产业链升级 就有优势 所以使得我们这个 Carolet这个项目 一方面在做 我们的产业链的升级 还有一方面呢 在这个创造我们的供应链 我们的供应链 完全是F2D 是C的模式 F就是工厂 到我们的品牌商 然后直接到我们的消费者 所以中间呢 没有任何其他的环节 不管是原料 产品 成品 直接工厂 就一步到位 没有中间环节 或像有些项目 可能要去代工啊 代工工厂 要去找原料啊 中间层层的环节 那么你看不到的 产业链的环节里面 这里面也是巨大的 你的这个成本的产出 而使得我们呢 消费者得不到利益 消费者得不到好处 那么所以这个就是你 做这个项目的优势 尽管你使用这个产品的 性价比的优势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这个项目的特点就是 自产自销 自产自销 就是我们做这个F2B 就是一个这个模式里面的 关键点 所以说呢 是最短的路径 直接没有中间环节 直接到你的手里 可想而知 你不管是使用这个产品 还是经商这个项目 在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你就有了 我们一定要寻求一个项目的 作为我们的渠道 还是供应链 这个模式里面 一定要寻找最最短的路径 中间的环节越多 就越是不能砍掉成本 这些成本 最终都会转嫁在 我们的消费者的身上 我们的经销商的身上 所以不管我们的品牌商 品牌合作商 还是我们的消费者 优惠顾客 我们都实行了一个统一的价格 优惠顾客免费注册 也是给你一个价格 公司反映给你 所以没有成全加价 在我们的产业内里面 我们已经做到了自己免料 自己成品 自己生产 自己销售 所以说直接的工厂 最短的路径给到你手里面 这一点 我们希望每一个经营 我们这个项目的 和今天你有心来 听到我们这个项目的 介绍的这些伙伴 都有一个深刻的认识 我相信这一点 就是你的竞争优势 因为你像一般的项目来说 刚刚我讲到的 你要终结很多的环节 那么第一方面呢 性价比就不行了 第二方面呢 你也控制不住 你的生产 你有可能 你的产品卖好一点 你就断货 你的生产桌机 然后生产的多一点 你的保质期不新鲜 你就存很多货在那里 因为你没有办法 及时的周展 像我们这个 自己这个工厂 那么我们要开始做 我们可能一周左右 这个时间 就把新的产品做出来了 我也曾经走访过这个市场 生产周期的话 从你开始谈到你这人出产品 或者你下订单 没有三个月时间搞不定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非常大的客户 你的周期可能短一点 像你开始开创的这些项目的话 生产周期就要两三个月 两三个月 只有一种办法 要么多生产一点 那么就变得不新鲜 如果说呢 这个保质期就短了 对不对 这个保质期就很快到期 造成这个风险 那么如果生产的 这个少了之后呢 就会散货 那么对于我们自由工厂 我们来操作这个项目来说 非常的灵活 因为自家的工厂 自家做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一点在 以后的这个市场竞争当中 这个优势会明显的 越来越明显 那么你今天有趣 接触到我们开创的这个 项目和平台的时候 我希望每一位这个 股办 我们的品牌合作商 包括你如果说 没有做品牌合作商 你吃产品的 你就吃得放心 买得开心 所以这一点呢 我希望我们这个 股办们呢 反复反复的 在你的团队回心当中 或者在你跟朋友 谈的时候 强调的 最主要的 这个四个字 这也是我们营销模式里面的一个定位 自产自销 这个名片 就是对于我们工厂企业来说 这个是最亮的一张名片 最亮的一个特点 和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 什么叫核心优势呢 因为别人没有 你有 这就是差异化 保健民行业这个产业的话 竞争的话 不是一个懒 它也是一个红海的 因为竞争非常激烈 网络营销公司也很多 那么怎么样在红海里面 撕刷出一些懒海 就是要差异化 差异化的竞争 就要切割这个市场 切分这个市场 就好像你是一个跳水运动员 你要去得冠军 对不对 那么呢 其他人的水平都跟你差不多 那么你如果说做普通的动作 你已经不行了 你必须可以做高难度的动作 高难度的动作 是别人做不到的 这个就是加分动作 Tarular就是这个项目 就是具备 得取这个全球冠军 具有加分动作的一个项目 所以你每计出项目的时候 我希望你们 先去看一下这个项目 既然市面上也有项目 那它有没有加分动作 而且这个加分动作 不是别人的 简单的一种说法 你一定要留你自己的看法 还要看看 他们说的这些东西 确确实实 有没有一些实际的办法 这个三法的话 一定是可以的 说法 看法和办法 只是说 他没有办到 他也没有做到 他也没有办法 给你像我们刚刚 影片里介绍了 或者说 今后你想了解这个项目 视频直播里面 可以让你直接考察 甚至远程考察 我们的公司的 这个实体的 那么 我看一下 收到的信息啊 网络上传的这些 这个要开盘的公司啊 网络营销的项目 也确实蛮多 多入牛毛 但是呢 一般都是文字介绍 然后呢 可能也会画几个 几个专家 几个图像上去 但是呢 没有办法 像我们这个实体项目一样 真正的 我们身边的这些 创业的创始人 和我们的管理者 实际的 包括我们的实体工厂 都是那里面 直接看到 而且我们在 怎么样做 都是由我们自己的办法 我们的办法 就是最终我们 让我们的消费者 让我们的品牌商 直接最大路径 运筑这个项目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的优势 这个优势 就是在竞争当中 无可替代的优势 那么还有一点 你想一想 我们之前的这个 视频里面也介绍过 全球 我们在 这个李嘉诚先生 当初投资2400万 要寻找合作的公司 全球派了四个调研组 最终选住 我们的国益公司 为什么呢 这些都是专家 派了专家来调研 丹麦也好 美国也好 日本也好 全部调研过了 对不对 调研过了 就是凭我们 Telary的研发能力 生产能力 我们的母公司 国益公司的 实际的这些能力 和我们的 同优势带领的专家团队 才让我们有机会 去跟这个行业内 商业内 全球的 领先的大佬 进行合作 有机会合作 所以呢 这一点呢 这个品牌故事当中 也是好的一笔 所以这个品牌故事 是无可替代的 李嘉诚先生 就这么一位 全球的业界大佬 所以说 在我们的 驱城市的 这个香港 驱城市的店里面 都可以看到我们 买到我们 Telary 这个母公司 国益公司 生产的 第一代的 这个生产 生成 NAD Plus的 这个产品 Trainide 这个Trainide的 就是我们现在 NMN这个前提 NMN这个前提的话 就是NR 所以它最终的是 为了生成 这个诺加因子 NAD Plus 这个NAD Plus 直接可以 让你的线粒体 产生能量 然后呢 激活你的 C-Train 树上的那个 长寿蛋白 七个长寿阴质的 这个呢 我不用多阐述了 因为 相信很多伙伴 都已经外面有看到 甚至买到 吃过 这些产品 那么全球的话 这些产品 有化工合成的 也有生物酶发酵的 就是因为 我们的生物酶发酵技术 被李嘉诚先生的 这个团队 靠调研的 禁止调查局 看中 因为想一想 投资了一个上市公司 如果做的 选择了一个企业 口碑不好 能力不行 那么会直接导致 它资本市场失败 所以呢 一定是谨慎又谨慎 比你还谨慎 那么他们选中了的公司 企业 品牌 一定是不会错的 这一点呢 就是又一步主政了 在全世界 无可地带的 这个主政了 我们多亿公司的 年发能力生产能力 和我们的运营能力 和我们的管理经验 让我们这些大佬呢 看中 所以今天你有些接触到的 你应该毫不犹豫的 加入我们泰瑞的这个项目 泰瑞会给你带来外面 所以你的选择 泰瑞必然到了 必然出现 必然成功的时候 你的选择一定是不会错的 选择大于努力 如果说你选择错了 努力是白费的 所以有些人教你在 原来的赛道上面 坚持坚持 如果一个项目 做得很好 两三年下来 已经负责了成功 我恭喜你 继续坚持 这一定是个好项目 因为全世界的项目 不只有一个 但是如果说 你在原来的项目里面 碰到了瓶颈 或者遇到了困难 再做不出业绩来了 几年坚持下来了 你还坚持什么呢 你赶快要换赛道 所以说呢 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做出了明智的选择 那么所以呢 我希望大家呢 真的是不要随大溜 看到一些说法 听法 然后呢 我就马上改变你的想法 盲目的选择 做出了错误的犯诞 人生呢 一次一次的 就上了一档又一档 吃了一杯又一杯 一月呢 就又要回到解放前了 所以这个 对人生呢 为什么成功的 是少部分人 因为他们有制度 有经验 那么你就跟随 这个成功的人士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才能成为 那些成功人士 你也可以成为 一个成功奇迹 所以我们的 公司的使命 就是和你一起 创造奇迹的 今天你有幸 认识到 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你何不 跟我们一起来 帮你来创造 这样一个奇迹呢 所以开乐的人呢 就在这边等你 看你呢 我们的手已经 伸出来了 我们的手已经 伸出来拉你了 那你呢 愿不愿意 这边拉一下 如果你里面被拉一下 上帝的这个眼光 已经看到你的 来救你的 你都不愿意 伸出你的手的话 那这个机会啊 这个老天爷安排的 这个机会就没有了 所以说呢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抓住 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赶紧的行动起来 然后呢 加入这个项目之后呢 你有很多 很好的 这个里面的理念啊 你将来呢 也很好的 快速的去学习它 因为整个我们的项目 是建造一个产业链 和供应链 还有呢 加上我们品牌文化的建设 开乐要做的是 改变能不能生活方式的一种 品牌的一个力量 而不是说 我们整天 让你去卖产品 卖产品 对不对 你只是分享就可以了 因为你身边 本来就有很多的资源 只是你选出了产品 选出了行业 那么呢 他们这些产品 以往的这些里面 可能刚刚我讲到了 像NMM 我们是天然的 这个生物煤发酵技术 那么你可能选择了 化工合成的产品 一个起不到效果 可能对你的身体呢 还会造成一些的影响 我们做到了 99.9% 特级的 β型的NMM 而且呢 是口腔吸收 口腔的粘母吸收 直接是含片 这样呢 防止了我们的 这个β燕线 单核干山 就是我们的NMM 在水中 在我们的卫山中 这个破坏 我们的卫山的PH值 4到5 那么我们是栓性的 栓性的环境下呢 就会产生 我们的这个 这个β燕线 单核干山 被降解 分解掉 那么想一想 你如果说 买了一群产品 你都破坏掉了 如果说你用 残乳浆呢 还好一些 保存的也比较好 但是你要是普通的市面上很多都是未溶腔的的话 那这个损失更大 所以呢 我们直接是用口腔 这个举胶片 直接放在口腔里 让你来吞咽 让你来吸收 其实你含在嘴巴里面呢 也是很好的一个吸收方式 因为粘膜呢 是有一定的通透性能 帮助你吸收 帮助你这个 达到这个保健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这一些我们产品里的量子 今后我们整个产品线 我们产品线规划 我们其实是今后几年的产品线 有一部分产品全部已经开发好了 而且可能在行业里面 领先三到五年 有独到性的 独特性的 成立国家发布的这个产品 我们都储备好了 因为我们控制了这些产品的源头 我们自己的原料 所以说呢 这个今后又是你在这个事业保障的这个路上 能够取得一个一个这个成功 分工伟绩的一些友谊保障 那么当然你自己的成功 也要给你自己的努力 努力的付出和学习 参与学习的这个强度 和你自己对这个项目里面的贡献有关系 天上不可能掉限度 也不可能说 我白白的就会获取财富 这也是不可能的 至少来说 你要参与到这个项目 那么你是有机会的 谈变里面的我们的商业模式里面 我们是有很多地方 也是会介入的 说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人分离出来了 为什么要把人群分离出来呢 人呢有各种各样能力差异的人 因为他在社会上的资源也好 他曾经付出的努力也好 不一样 那么他具备的这个社会圈子 人类资源也是不一样的 贴贴能力也不一样 那么当然这个能力也会随着你学习 各方面接触社会社交之后 你的这个圈子会更大 但是一般来说 平均全球的个人的推荐能力 只有不到2.87 所以所有的人 如果说全部要靠推荐去 做这个项目的话 是有限的 平均不到3% 所以说呢 可能64%的人 推荐能力就只有0 32%的人呢 能推荐1到3个 还有超过3个以上 5个10个 20个 50个的人 就差不多不到4% 所以就根据二把法则来说 在一个项目里面运筑 那么80%的人能够 就是说吃到一些产品而已 还有20%的人呢 能够赚一些钱 20%里面的20% 可能会收入更多的财富 所以延下至一个项目来说 按照以往的传统模式 那么就孤立了 我们这个0的这个可以转化的这些人群 和我们的1到3个推荐的人 因为1到3个现在这个双轨制游行 也是我们从这个89年时间以来 有些公司用双轨制获得了成功以后 那么少部分人成功了 那么所以现在呢 大家都在网络模式 民销的模式设计的时候 计算我们这个分配的时候 奖金的时候呢 他们会这个运用到这个商轨制 那么我们商轨制是有局限 所以说呢 我们现在不用 不能用单程的商轨制 就是考虑了4%的人群赚钱 那么很多的人 原来是给他一个机会来转化的 那么他从一个小台进来吃产品 也觉得公司的产品 给他家人带来帮助 那么他可能是消费 消费会会展成生产力 消费力就是生产力 家人用了几年的产品 但是呢 他在以往的制度里面呢 模式里面 他可能两三年下来 他就根本赚不到钱 那么没有机会占一点 所以说呢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改变的时候 至少让他的家人 让用产品 或者说他身边的朋友 用产品的时候 他可以辞贿 然后呢 他也可以付出一定的财富 机会 这个呢 我们按照传统的商轨模式里面 我们在商轨模式的 喷嚏箱里面做了改良 改良的话 这个特点就是说 如果你能推荐人的 那么你的推荐奖 就是你接分PV的 30% 如果你没有办法推荐的人 那么你这个推荐奖是拿不到 但是呢 商轨里面 如果你推荐能厉害 你就在公区 可以放置两个伙伴 今后呢 你只要放心去 打你的失区就可以了 公区放两个人的目的 是让大家自动备争 一个深度的公区 这样的话呢 从商轨制转向了单轨制 那么你住单区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到 具有一碰三响 小编业绩 大概算下来有30%的 这样的喷嚼箱 这个喷嚼箱拿完了之后 如果说还有一些人 我只有推荐一到三个人 这些人呢 如果说开始上来 想要开失区 产生对碰 不可能的 你本身推荐一个人 或者只有推荐两个人 或者三个人 那么你的对碰奖局数呢 是不会做起来的 因为你的推荐能力有限 那么可能在 别的制度里面 如果说你开不出小区 开不出一条线 那么你的这个对碰奖拿不了 你的领导奖拿不了 但是在我们这个项目里面 我们就改变了这个策略 我们希望呢 即使你介绍人在公区 只有一个区 那么如果说你介绍进来的伙伴 一位也好 两位也好 他们赚到了这个三位也好 他们赚到了对碰奖金 你呢就可以护起最高 时代的领导奖 因为一条单区 你也可以升到我们最高的级别 七星赚 我们总共呢 有12个级别 最高是七星赚 赚时呢 都会享受全球风红 所以说呢 这个模式就特固了单区 不能赚钱 我一直跟大家介绍 如果一个模式里面 如果要考核你小区的业绩 就等于说 如果你不对碰 你就不会赚到领导奖 这个项目 对一般的人来说 刚刚说的 64%和加32%的人 你只要一注一下 进入后 你都会碰到了一个瓶颈 所以我们要改变这个策略 让这个一部分人 我们推荐一到三个人 这个人群 能够呢通过他们的转化 把这32%的人拯救出来 然后他们也能赚到一部分奖金 这样的话呢 即使他这个当初 介绍一位很厉害的 大价进来 大咖人进来 那么他产生了很好的业绩 他呢也是可以 让他得到一些回报 因为这位伙伴 就是他介绍给公司的 他呢应该应得他那一份 不能呢 全部沉点给公司 所以说呢我们呢在这个策略上 单铁里面上最高级别 做了改良 那么当然既然是商轨 这个有这么多局限 我们还应该继续的颠覆 我们就放了一个矩阵 矩阵里面就是让 能够发展速度快的人 获得更快的机会 如果说慢的人 也是获得一些机会 甚至我没有办法 但是没有办法介绍朋友进来 我也站位进来了 还是有获得一些机会 然后这个机会可能说 可以便宜吃到产品了 甚至免费吃到产品了 或者说占一点小钱啊 或者甚至有机会 也有可能 这个运气好的话 那么也会赚到 更多的一些钱 当然你努力 你自己做的话 你的速度最快了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自己去努力 自己去发展 那么让希望通过消费力 让人家吃了两年三年 家人吃了三年五年 这些人 也能得到一些回报 这样的话呢 就是我们 不管是我们企业的价值观 里面一个平衡共生 平衡共生的概念 就是说 你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利益 不能只过了 自己的经济利益 我们企业跟品牌合作上 是共同的平衡 那么我们的 自己的团队里面的伙伴 也要大家平衡 不能让小伙伴 一直在下面吃产品 一直在鼓掌 然后呢 前面你一个人赚走 这样的话呢 会造成了提大的 人潭流水的冰 这个冰 你的团队就流失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 在我们的这个模式里面呢 已经设定了这些方法 和我们的底层逻辑 和我们的算法 直接用我们的算法 虽然说 对于一个新生事物来说 可能你开始基础的时候 没有完全感受到它的魅力 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理解 甚至有些新手 从来不学习 不了解 等到他问他的时候 他不知道 那么所以你呢 要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 学习 去了解一个新生的事物 一个新生的颠覆学的模式 颠覆模式的话 肯定会颠覆你的认知 我们刀登利也说过了 能永远占不到他认知以外的事情 占不到他认知以外的钱 所以你要提升你的认知 自己的认知要得贷 那么你才能获取你应该得到的财务 不如学习 不努力 如果做都不做 听都不听的话 你的获取成功的机会呢 就比较没有滑 所以说呢 这个项目呢 是配合我们的个人的成长 将来我们的 开车类的学业 我们的大学 我们这里面呢 会有更多的优秀老师 和我们请到的这些专业人才来培训 现在在疫情期间 这个项目刚刚开始 我们也在仅仅一步筹划一些事情 所以说呢 这个项目会非常辉煌 手上电风 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 曾经接触到的这个伙伴 或者说 像中国的话 现在马上要 接近年关 大家都要忙着顾撑起来 那么你在走亲网友的时候 也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项目 这个项目 不管是 你曾经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有经验的人 那么呢 希望你们呢 空背的心态 来重新认识一个新生的事物 一个颠覆的事物 Telleric的到来 和它的出现 我刚刚前面反复说过了 它是必然的 它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希望跟大家呢 鼓败们和你一起来创造奇迹 那我今天的分享呢 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